各位好,欢迎来到造图实验室,我是连宇 之前有一期视频我做了框架构图知识点的小总结 大家的评价和方向还不错 那这一期我总结了手机摄影中另外一个常用的小技巧 就是善于寻找反光面进行拍摄 我照样会结合自己以前拍过的图片和思路 来跟大家讲一讲我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利用反光面来进行创作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反光效果的事物有很多,也很常见 平静的湖面,普通的镜子,雨后的街道,商品的橱窗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拍摄出有趣又好看的照片 那说到利用反光面拍摄,这里不得不先提一个构图技巧 对称构图,因为这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拍摄对称构图的照片时,往往最常利用到的就是反光面 这也是比较基础的一种拍摄反光面的构图技巧 对称构图在细分的话可以分为上下对称,左右对称和对角线对称 对称构图会给人一种画面饱满,富有美感的感觉 在下雨之后,地面上会形成一些积水 我们可以把积水作为反光面来进行创作 在拍摄的时候,尽量把手机放低一点 我们甚至是可以把手机整个翻转过来 这是为了让镜头更加贴近水面 让这张对称构图的照片更加趋于完美 我们构好图之后,可以稍微等等路人经过进行抓拍 丰富画面的内容 那除了对称构图外 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些相对随意的构图方式来对反光面进行拍摄 这种拍摄方法比较考验临场的随机构图能力 图片的质量也会更加取决于画面的内容 这张图的反光面是平静的湖面 远处建筑的影子倒映在水面上 加上近处一个正在钓鱼的人 此时画面就好像这个人在钓一座城池 充满了趣味性 在路边发现了两个镜子仿射了街道的场景 通过镜子看到了远处刚好有两个人走过来 抓拍到了这一张充满巧合的照片 这张图是比较复杂又有趣味性的 用了摩托车的后视镜作为前景 后视镜仿射了后面的大教堂和抱着孩子 背景是繁华的街景 这张图富含了层次感 还有虚实结合的巧合感 在寺庙里有座金身佛像 旁边还有个小池塘 五彩斑斓的井里与水面上的佛像 菩提树的倒影 相得一张形成了一幅鱼油菩提树的奇景 我们生活中类似刚刚说到的反光面场景真的有非常多 都是特别能够帮助我们在照片的美感上 或者是画面的丰富性上得到升华 大家可以细心的发现 让我们的手机摄影通过这些普通的场景 来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帮助到了你 欢迎给我三连 你们的支持也是我做内容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